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郭Sir發達直播辦 在答大家問題之前 參加的給大家 提大家給個like 我們支持一下 在努力答大家問題之前 先看廣估 現時今天高開33點 報20414點 曾經低見過2410點之後 就向好 最多曾經升過173點 報20553點 而暫時正在升159點 報20541點 請問郭Sir怎麼看大市呢 市是整固等變 一路都是整固等變 這年期間來說可能 過去一兩個星期 升了三兩八 跌了三兩八 但始終都是個框框裏面 框框的底部 是今個月17日的低位 19,977 這個框框的頂部 暫時來說就是 23日的20942點 在這965點的波幅裏面 市無論怎樣升怎樣跌 都是走在這個框框裏面 10天線就剛剛好 就在這個框框的中間 所以指數升200點 就升過10天線 跌200點就跌穿10天線 其實意義不大的 市場都要等變 還有近期的成交 今天呢 去到1500、1600億 就是意味著 大家都採取官網態度 等什麼呢 第一 等11月初旬 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 雖然對港股來說 不會有太大的刺激 但是始終都是等的嘛 第二 美國聯儲局 會不會是以息之後 減息四分一利了 市場有這個共識 但是即使是減股市的刺激 我自己看都不會太大 反而的焦點就是 中央在人大會議之後 有沒有一些比較具規模性的 刺激經濟的方案推出 和這個方案的推出 是怎樣的情況 大家就等著這一點 在等的過程當中 好淡雙方都不願意花太大的力度去做部署 簡單說 要買的 就等你公佈了之後 看情況才買 要沽的 就等你公佈了之後 好一點的時候 我才會沽 大家就處於一個官網的態度 可能要去到 真是11月份的初旬的尾段 股市才有比較明顯的步伐 不過有一個看法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中央既然在9月中旬開始出了一些政策 去推動那個經濟 和提振那個股市 希望龐大的民間儲蓄存款 走出來 刺激經濟 拉動勢頭去增長 既然走了這一步 我相信是不會停的 一定有第二步第三步 不過就不可能 今天出院明天出這樣解 就是說第一輪就是快速上升的狂牛 當時加上一些補倉盤的回補 所以聲勢很良麗 但是現在這一分鐘 空倉有去不會做任何事情的 所以就算走上去 都不會有些惡性的補倉 所以就算走上去 可能是屬於一個比較慢的牛的形態出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 唯有等 沒有其他事情可做 好 看完市場 不時不宜遲 快點回答觀眾朋友問題 看看小妍 小妍想問 她很厲害 她說已Like 所以就立即回答你問題 她問兩隻 先看這75吉利先 她問吉利什麼位入浦? 吉利的股價近期都升了不少 需不需要休息呢? 你說由8月的低位 如果沒有記錯 7.31 去到近期的高位15.54 升了一倍又多了 沒錯 她的基本面可能都不是太過差 但是如果看股值來講 我覺得不是特別吸引的 因為25倍往績的市盈率 就算有增長也好 都只是一半而已 但是息率就比較微一點了 只有兩半而已 不知道今年的牌息 會不會稍微量力一點 我想這兩天股價可能是升了一倍了 現在有少少的高台級反覆 輕易是觸及這條10天的平均移動線 其實不是量起跌浪 是量起了暫時這個升勢 可能要停一停 股價會進入了整固和消化的形態之中 下一個防守性據點 就是這條20天線 大概是13.3 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我想就抹下一點點 輕著去買 因為它還要回調幾多 是沒有人知道的 也都不知道 如果真的有比較明顯的反覆回調的話 就算要買都是分著買 就不要不急了 我覺得少等等 低一點的市場考慮就比較好一點 先看你10天線的防守性 好 收到我感 除了吉利之外 它還想問20號雙湯 那都是問什麼位置進入 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因為你買下去都是等的 就算你買便宜了1.534 上到1.578 1.6你又不會走的 那就變成是錯的 但是由2.3.5的回落 結果紀律上去到1.478 已經有少少斷定了勢頭 不過說清楚 買回來 不是說明天又會升 後天又會升 你看成交就知道了 這陣子似乎是比較薄弱 不過可以這樣說 由1元左右升到2.3.5 調整到大概1.5 都是一個標準的急升後 紀律上的回吐 回吐完之後 它又整顧在1.5 簡單說 第一個低位是5.8 第二個整顧的低位是1元左右 現在整顧的低位是大概過半左右 台階一級一級的向上走 不介意的 你想對相通有些看法的 就買少少 一個5.7買 還是一個5.3買 當然便便宜點買 比高點買 那就看勢頭 我自己覺得 在1.4的上落範圍之內 所以買高點買低點 其實沒有太大的分別 只不過你就不要一轉買了 比如這樣買10萬股的 或者5萬股的 買著1萬守住門口 買了再下一點的 便逐步逐步去買 反過來一旦又上一頭 回到過六樓上 成交又大 便一直追下去 唯有這樣做 短期來說 仍然處於一個急聲後整顧的形態之中 暫時在1.47左右 去到大概1.7.34左右 在這個區間裏面 走上走下 開始少少買 問題不大 如果純粹投機短炒 定低指示位 暫時的低位是1.47 你可以放低少少 1.4.5或者1.4 跌穿了 需要不需要走 就真的自己決定了 小言可以參考一下 看完小言問題之後 我們看看Paul Paul想問郭Sir 3933聯邦制約 就問 這隻什麼位置入口呢? 上網指示要怎樣前 估值就不是貴的 以往績來說 是6倍多的時營率 息率都不差 往績來說是5來8 即是中規中拐 估值不是貴之餘 太息也相對比較理想 這一陣子大約由7.5左右 去到11.7.4 其實來講 都升了80% 近日來講 開始進入了 消化和整股 其實很多股股都是這樣 這一刻來講 輕輕跟10.20天線糾纏在一起 以現在這口價10.54來計 是輕輕跌穿了10.20天線 其實10天線在10.87 20天線在10.7.5 即是現價升三胡子 甚麼都升破了 所以意義不大 不過既然跌穿了 就是跌穿了 短期來講 就看看 一個月的低位大約9.92 如果市況仍然反覆不明 我想在10元到10.04左右 這個區間裏面 自己看來買 實際上來說 如果看基本面 我代理想買1萬股的 現在正好和初好 先買2千個 守住門口 如果中線部署 買2千股10.54 和買2千股10.54 分別不大 短炒就難說 中線部署其實分別不大 慢慢買 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就是9.92 最好是不要有失 因為一旦跌穿了9.92 下一個防線 就要退守到50天線 大概9.6 這是技術上的走勢 但如果看基本面 以估值計算是可以買的 可以買的 可以參考一下 Andy Andy想問郭Sir 1355坤能源 請問圖 現在算不算是敏感三角形 我用肉眼來說 第一 股價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 除了250天線之下 實際上是反覆大遠的 但去到7.4.5 有少少是浪下浪下的感覺 由9.05元這個高位 去到近期的高位 拉條線下來 這條叫做下降軌 如果由5.97 當你6元拉上來看 是一個上升軌 沒錯 是一個敏感三角形態 一般去到敏感三角形態 一定走一頭 問題是突破敏感三角形的頂部 還是跌穿底部 那就看估值 好嗎 以現在10倍的市盈率 其實估值是接受得到 是不貴的 息率都不差 以往值來說都六年多 作為中線的部署 就算你看過息率的話 都沒有代薄到你 況且由8月份到現在這分鐘 他的防守性的支持 都是比較硬正的 如果你說真的不介意的話 這些價錢是可以少少作一些部署的 當然知道成交比較偏梭 暫時來說是處於一個整固等變的架構 中線部署我覺得可以考慮 分階段慢慢去賣 賣去的基本因素 但如果短炒的話 技術上來說 他仍然處於整固等變之中 到底是突破升軌 也跌穿過技術上的中期的升軌 或者突破下降軌 暫時看不到 不過我自己覺得 如果市場在11月份 有機會做好一點 去向上突破下降軌的機會 好像比較大跌 好 收到 不如之後就看看Winnie 他想問一下郭Sir 3888金山軟件的 想問郭Sir 怎麼看金山軟件的前景 說真的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因為以往績的市盈率是相當高的 就算今天的業績 今年的業績 有些兩例的走勢 股值都不算便宜 否則的息率就很卑微 一例都不好 所以賣去 純粹是聰明股價上升 帶來的投機回報 或者投資回報 由10.97到35.95 真是足足接近90幾個個個性 升得很良麗 期間來講的上升 是充滿投機性的 之後的技術上的回報 亦都來得很空 我就當你 急升後大型的回報和消化 如果不跌穿的話 他會在25.1到28元之間 走來走去 期間來講 會不斷穿梭 10天線 為什麼一路說移動線呢 因為你現在的市 去到現在這樣的環境 他又沒有成交 又處於一個整股當中 到底用什麼指標 覺得股價會稍為做好呢 突破了一條20天線 大概在27.94元 過得到20天線的話 意味著股價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上 目標是會直至30元 這個純粹是技術上的看法 當然跌穿25元 也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暫時來說 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不過如果你看回5月、6月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1、2、3、3頂 那3頂正正在現價 即是由35.95元的回落 去到上一個升浪的浪頂附近 是整固了下來 即是走勢不算太過差 如果有貨在手 可以暫時等等 不過無論你指責好指示好 25元這個防守性 就真的很關鍵 穿了就真的不太好 好 明白的 看完Vinny的問題之後 不如看看Family Channel 她想問一下郭Sir 2318中國平安的 就問短線上網看幾度 2318平保 你很難做一個短線的炒作 我給你解釋 因為內險股收到保單的錢 有些是投放在企業債 有些是投放在A股 因為很多保單是有一個指定的回報 你的回報一定是高於銀行存款 人家才會買的 問題是她如何確保 能夠給到一個這樣的回報 唯有去投資 但這幾年A股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知道 不過近期A股由2600至89點的回升 已經是走出了逐沉底的威脅 如果內地的政策再投放的話 A股未必是抗牛 但很大機會出現一個萬牛的形態 所以受險股 是會將過去投資方面的撥幣 是回撥的 中銀售已經看到 今年的盈利增長超過一倍 平保也不差 包括她的受險業務 她的資產管理 財富管理 證券和銀行業務 都做得不差 你問我怎樣看法 我當然是看好 但短期來說 沒有太大的憧憬 因為由低位大約30元邊 去到59.8元 一倍都沒有 就差不多升了一倍 現在期日上回吐 下回到46-48元 是屬於一個急升流的正常消化 股價暫時會穿梭在10天和20天線之間 嚴格來說 不跌穿46.6元 問題不大 暫時的阻力應該是50元 作品水平 短期我給不到太多意見 因為我不知道明天是升一元 還是跌八毫子 但是中線的部署 我覺得有貨在所可以繼續拿著 我總是覺得市房仁德藏明朗 它回到52元 流上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好 再看原評報 之後再看大大問題 大大想問郭Sir 1801順達生物的 就問現價可不可以入亞 有沒有直播率呢? 一二三四四支陰燭跌了下來 去到現在34.45元 創了一個月的低位 沒有說沒有直播的 你跌得多 肯有些少許技術上的反彈 但是問題就是 你願不願意搏這個意思 還有搏當中 需不需要做風險管理 這四支陰燭下來 可以這樣說 就是說由六月份買貨 買到現在這一分鐘 你最多打和 或者輸 輸的人多過打和 這個很老實說 那向下望呢 就是32.3 這個也是整個升浪的起步點 32.3升到52.1毫半 以後回回來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做少許部署投機性的話 32.3就是你參考的指示位 一跌穿了前底 不用說了 沒有帥仔的了 一定是走的了 那如果要承擔這7%風險呢 你要自己決定 那可以有機會搏一搏的 如果有技術上的反彈 走回到36-7元 那都有跌幅度的嘛 那願不願意拿著7%的風險 跟它搏呢 就你自己拿著主意了 但是說技術上的走勢 除了四支陰燭跌下來 你知道我呢 你看看成交 好像慢慢慢慢的 那些沽額呢 是逐步逐步收斂的 只不過買盤一樣的意思 那什麼時候有新的量買盤出現呢 我就不知道了 順帶一提 基本面來說 沒有什麼特別吸引 沒有市盈率 沒有食率 買去 純粹憧憬股價上升 帶來的投機回報而已 如果要選擇它的話 是有一定的風險 這個你要留意 收到 那Dada就先想想 接著看看CYC 想問郭Sir 9868小鵬汽車 它是44.5公升 現隔是45.4公升 郭Sir你怎樣看前景 有沒有前景呢 這隻小鵬汽車有 小鵬呢 股價由近期低位 39.8.5公升 是屬於跌後的反彈 它都是隨時而升的了 起步點是25.5公升 當時指數都16441公升 隨後股市不斷上升 它就慢上去了 那不管了 順勢行 最高指數去到23241公升 它也都見過57.3公升 又低價上去 一倍又多 不要理會基本因素 純粹股價上升 我們作為投資者 買股票是希望什麼 買出來去升 是賺錢的意思 如果買來擺買來收息 那當然買匯豐 當然是買941公升 不用說了 但是你買得 小鵬這些新能力汽車股 都是憧憬股價上升 大約的投資回報 基本面又怎樣呢 老實說 這方面我看得很保守 我從來沒有主動去推介過 因為他們做生意的銷售模式 其實我不是這麼認同的 但是沒有辦法 競爭這麼大 簡單說 10萬元假設一部車 它又蝕著來賣 你不蝕的 你就賣不到 你不賣人家賣 所以變成 上市公司還好 它可以通過很多途徑去融資 但是一些非上市的企業 新能力汽車廠 很多已經是倒閉的了 因為沒有足夠的現金流去營運 這也是整個生態圈 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蝕著錢來做生意的 你蝕得多久 但是這一點不說 純粹投機來說 是另一件事 你就不要看基本因素 因為沒有市盈率 沒有股息 純粹是炒 45.4元炒下去的話 暫時你可以看高一點 未必會去到太高了 這一陣望上去 大概是48左右 既然我上網是 兩個多元錢的空間 一旦跌回來 例如跌穿43元 我就要考慮自己的防守性 到底足不足夠 即是十天蝕 在43號 4號8 一跌穿了 起論上純粹短炒 就比下去算數了 還有我不覺得你會大手買 買500號 買1000號 其實純粹是3-2千元的輸贏 這個問題不大 至於可不可以坐 我就要看大市的氣候 如果真的要坐一隻貨 我看很多因素 不就是只看走勢 我可以坐的 我一定看現金流 我一定看營運的前景 我一定看派息 因為駕駛一年我收7利息 駕駛一年我沒有息收 是兩件事 希望你明白 可以炒 但是要坐的話 我不會選新型汽車股 好 看完小駕駛 不如就看Cherry想問 966號 他就問 有沒有機會上回到50元上面 現價是41.8毫 暫時來說 汽車股當中最強勢的 不用說 都是喜亞迪 這個大家都知道 未來的股價 和剛才那隻小駕 基本上是同一個模式 他由28.6元 受到大市上升所拉動 最高去到60元7毫 足足升了一倍又多 這個跟小駕是很相近 之後由60元7毫 開始的回落 就去到38.9毫 這點跟小駕的技術上 回吐的幅度 也是相約差不多 但是有一點 他是比較弱勢的 就是他現在走在幾種明均移動線之上 而幾種明均移動線 也走在250天線之下 技術上就不太靚仔 如果短期向上看的話 如果以41.8毫 這樣計算 如果真的有一股抽星的第一個阻力 看上去應該是20天線在阻力 大概是44.8毫 你過得到44.8毫 才會進一步向上看 現在這一刻 起碼跟50天和10天線糾纏在一起 暫時來說 不會有太大的反覆空間 當然不知了 250天線都一樣在44.2毫 簡單說 就是20天和250天線 過兩天將會糾纏在一起 這也是暫時的上望的目標 或者一個空間 至於成交今晚能不能夠配合 就要看整個大市的氣候 現在怎麼看得到的 一樣是沒有基本因素 亦都沒有什麼 市盈率比我們看到 以及息率 它是可以公佈到 它那個銷售的情況 但問題是 賣一部還是虧一部 所以對這兩隻生能力的汽車股 你問的我就做一個 理性一點的分析 我是不會做主動性的推介的 好 收到 看完這兩輛車之後 就不如看看 Debbie的問題 她就想問一下 那一輛7299 就問什麼位入號 是南方東英王金 期貨每日貢光兩倍的產品來的 她就問中線可不可以呢 即是看到金價 金價現在是一個歷史高位 有些人看還會試到上2,800 2,900元 即是美金 那到底是不是呢 大家不知道 但是金價已經是升了不少的了 只不過現在 央行仍然都還在買著 所以大家的頭肢 還是繼續向上網 那很大程度上 真是看急的 如果金價真的是 一步一步向上挑戰高位的話 它是兩倍的嘛 正向的嘛 一定是同步行的 否則現在這一分鐘 這個ETF的價格 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上的 技術上、形態上 仍然處於一個 逐步向上穩頂的格高 但是我要講明 一旦現貨金 有少少反覆 有些回吐的話 它一樣是會技術上調整的 這個你要留意了 第一個初步的支持 應該是12.7左右 這個是10天線所在 跌穿了10天線 下一個防守線 就要退守到12.3 大概是20天線所在 但是問題 它的股價升和跌 就是ETF的價格升和跌 是需要看金價的表現 金魚一邊咬著高台 再向上下 它仍然會不斷向上推升 唯一一個風險就是 現貨金 高台又反覆或者會下 它就無奈了 它都會受到影響 好 接著就不如看看阿Key 我B 它為什麼按Q 它就想問一下728 中國電信的 它就是4.7有4Y 有沒有得升 想問一下 中電信、中線當然可以買 你不要看股價升和跌 因為基本面來說 就不差的 以12倍的市益率 我們是可以給得到的 6里幾的股息 電信股最重要的是 它的現金流很穩定 收益很穩定 派息相對比較理想 經濟好 經濟不好 跟它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不過近期來說 它都受到一個大市的氣氛所影響 因為股價由4.93都跌到近期的低位 一度見過4.44 有火在手的 作中線部署 我覺得風險不大 如果你說真的想買 趁回落的時間 但是分階段晚也沒有什麼不好 反正來說 買中電信 你一定是屬於 比較中線穩陣的投資者 我覺得是可以買的 我就不擔心 會不會跌得太多 好 收到 看完這隻中電信之後 就看看Patrick問題 想問一下2628 中人手的 它是16.4有貨 想問可不可以上網看17.5 短期來說 那一元幾毫的空間一定有 那就真的要看內地了 因為為什麼呢 早前來說 由九個幾十塊 一路跳起升到二十塊六毫子 是受到政策 其實這股股市的上升是政策去主導 不是基本因素去拉動 如果A股再向好的話 中人手的回撥是會持續的 所以短期來說 我就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升回上去 因為大家在看內地的政策 但是如果政策出來 有來A股進一步推進的話 中人手的股價回到17.5 18元或者更加高的機會 是相當高的 這一陣的上升 滑都滑小已經反映了今次的營起 已經是反映了 但是下一陣股價上升 就要看A股 如果A股能夠進一步上升 中人手下一次業績公佈的時間 可能會進一步回撥都不頂 不過今次的基數比較高 所以下次就算回撥的話 基數未必會這麼大 這次增長成一倍有多 下次可能是雙位數字 或者是高雙位數字的了 好明白 觀眾朋友Patrick可以參謀一下 接著看看Amy Amy想問一下郭Sir1810小米 他是24.5元買的 現在需不需要離開 我想十天線在25.1元 如果昨天這樣計算 暫時來說 仍然咬著高台不下 今天見過27.3元 技術上來說 是已經有少少初步的突破了 就算現在26.95元 都是一年的高位 那條十天線現在升到上25.43元 或者這樣 這個是讓你參考一個指責位 十天線 因為一般來說 都會拿條十天線來做指責 不跌穿的 我就繼續向上網 其實昨天我也分析過了 不要看什麼基本因素了 它的價格不斷向上湧高 致時必一定是優於大市 還有很多大行 都將它的目標價 提到30元上了 那我們就拿來參考 放下指責位才向上網 如果你不想放到25.43元 你可以放26元 上天的收市是26元 不跌穿上天的收市 就繼續向上網 任由它去防止 希望賺多些 我想現在這一分鐘 每上升一針 都會續創一年的新高 將指責位 不斷地按比例 5%提升 希望能夠 將自己的收貨 以最大的利潤 來做一個結算 我想這個做法就比較合當 好 那Amy可以參考一下 之後就看Tracy問題了 Tracy想問一下 2.898 一中心的 慢慢變價 可不可以入 中心呢 由這個35.5個回落 也都是屬於一個正常的調整 因為起步點都是16個領 其實升了一倍又多了 期間來講是充滿投機性 高台又不用說一定是投機的了 由35.5個回落 一夜單日 就已經落到27元 即是走都走不遲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 其後都曾經反彈回上去 32個幾次再落 簡單講 技術上是進入了一個 生後整固的階段 現在這一分鐘 跟10天、20天線糾纏在一起 加上成交加價也比較薄弱 即是暫時沒有一股 向上衝高的動力 不過估額不是那麼大 所以他仍然站著在27元 坐在水平 整個月的低位20元那些 不要說了 拿回10、20天線 看低一點就入了50天線 即是現在這一分鐘 股價跟10、20天線糾纏在一起 但是你如果拿著50天線 來做止蝕的話 太深了 不如這樣 25元或者26元 你自己決定了 反正來說 一、兩元的波幅 在整固當中 都仍然可以是掌握得到的 即是如果不跌穿25元 就繼續向上望 如果有貨在手 但是如果你想入市的話 就先賣一點點 或者等等也都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現在27元的口價 是跌穿了20和10天線 如果下低一點 可能會試回26個領 買得1元幾毫 感覺上都是好一點的 純粹短炒的 25元是被你插入了指示位 初步的阻力 我想不要太高 大概是28至29元左右 好收到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回答大家很多問題 大家記得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 等下4點半 都會繼續有個 常財經直播室 大家記得早點進來 留定問題 和留言和我們聊聊天 等下再見 拜拜 拜拜 大家記得給Like 留言 訂閱 按下鐘仔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 歡迎可以按下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